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 娛樂半世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e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 這部影片說說八卦秘史 看看慈禧究竟有什麼因果發生在她身上 究竟這個世界有沒有因果 其中一個歷史人物就是慈禧太后 在中國歷史押出長河之中 與女性作為當權的情況實在相當罕見 與武則天相比 慈禧太后是一個非常備受爭議的女性統治者 她的統治手段被認為十分殘忍 但她的霸權導致清皇朝整個破滅 給了百姓帶來巨大的苦難 慈禧太后的統治權威一度令人心寒 她對政治干預和宮廷鬥爭帶來混亂 導致這個國家的衰落和社會動盪 她的行為引發了很多負面評語 因為她似乎壓制人的利益高於她國家的利益 在這個時期 這個清皇朝或陷入困境 百姓陷入貧困和疾病之中 都與她有關 但慈禧太后她統治也有一個很戲劇性的結果 原來她不是病死的 究竟有甚麼因果 她的死亡引起廣泛的猜測和爭議 慈禧太后和江水死亡的時間 只是相隔一天 兩個人都是因為病而去世 這是普通正常的歷史寫的 但這一點也引發了很多人的質疑 人們懷疑是否更多事情被隱瞞 李蓮英 她作為慈禧太后身邊的紅人得力幫手 聲稱慈禧太后並不是病死 而是她死在另一種方法之下 這種說法令人開始思考 慈禧太后死亡究竟有甚麼秘密 是否有其他原因導致她的離世 話說在1861年 宗宗的同志繼位時 她只有五歲 慈禧作為她的姑媽和後母 酵陰顯皇后一起附正 慈禧憑著她借手腕和毅力 很快就穩固了她自己的權勢 迫使孝陰顯皇后退出政治舞台 慈禧的性格相當假橫 野心極大 老實說 像慈禧這種人 現實生活當然有 究竟如果你在現實生活 辦公室政治 遇到慈禧這種人 你會默默地看著她何時有報應 還是你如何應對 好了 慈禧希望可以掌控大清皇朝的大權 稱心如意地操控她這個帝國 於是她不懷如力地排除異己清除障礙 她手段非常獨立 寧願去除一些威脅自己地位的可能性 亦不允許任何一絲動搖自己權力的可能 為了這件事 慈禧毫無猶疑地去權術的人命 至國家民族的利益不顧 她只是為了自己的權力慾望 可以不計劃、代價去達成目的 令到她在宮廷之中樹敵非常之多 她依然是我行我素 一意故行 童子弟在這二十四歲的時候 突然間出死 有人懷疑慈禧是否暗中做了一手腳 很扶持她自己心腹繼位 慈禧迎立了江瑞帝職在位 她捧了江瑞 江瑞繼位時只有三歲 慈禧以完全控制,即是垂簾聽證 她自己成為了實際的最高領導者 慈禧除異己的手段極為空限之外 她可以置皇室的性命不顧 為了權力,她已經在一個野蠻的地步 群臣對她來說既恨又怕 因為她手握大權,神通廣大的 想要對付她,似乎是難上加難的 就是1894年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大清皇朝已經準備敗戰 慈禧不得不遷落各地的賠償 叫做馬關條約 中國淪為半個殖民地 在這場失敗震驚了江水帝 她決心要改革氣候 令到國家強盛起來 於是在1898年發動了維新變法運動 試圖推翻慈禧的專制 並且親徵挽救局勢 江水帝認識到要使大清皇朝 在強敵的環境局勢生存下去 維新變法是刻不容緩的 鼓起勇氣想奪回慈禧掌控的王權 但救國是在危難之中 令慈禧感覺到她的權力受到威脅 決心要鎮壓江水帝的維新活動 慈禧在支持之下 大清皇朝仍然像以前一樣 舊勢力發動了政變 軟禁江水皇帝 江水皇帝被囚禁在刑台 沒有辦法對政局作出任何改變 而且她被迫成為慈禧手中一個扯線公仔 江水滿腔愛國的情懷 但沒有辦法施展出來 她的維新夢想被狠狠地踐踏 囚禁在監獄裡的江水 慈禧更加專頑拔戶 希望所有人知道在她的統治之下 任何抗拒的微不足度也會註定失敗 神問和皇室都對她又怕又癢 無可奈何 為了她進一步地鞏固自己的地位 慈禧暗地地設計去陷害江水皇帝 她指使心腹在江水飲食之中下藥 長期給她吃慢性毒藥 江水的身體日漸虛弱 但太醫也沒辦法找出病因 她終日身體越來越惡化 束手無插 她亦意識到有人暗中害自己 但證據不足 慈禧這樣殘害自己的皇侄 可見得她多深惹手辣 和冷毫無情 為了權力 她已經可以對皇室的人員的親信 可以樂此下手 她完全沒有人性可言 只不過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客 與此同時 慈禧又扶持了寶怡作為自己的傀儡 江水的接班人 一心想寶怡後來居上 取代江水成為新皇帝 她這樣掌控後輩玩弄人命 在1908年10月 慶祝73歲的壽臣慈禧 舉辦聖大家的生日會 平日有腸胃疾病 但這次的生日會 她忍不住就貪嘴 貪吃 自己有病 原來她是長期被落毒的結果 所以是因果 慈禧在生日會 浸淫於權力成功的喜悅之中 個個走來跟她 再見 詩毆沒有對自己所作所為的一絲 悔究 她亦沒有預料到 吸 aprend眝就是在眼前 很快就躺在病床上 病情毅台 李年英叫太醫幫忙醫治好 但沒法對症下藥 慈禧意識到死神 便去幫他拿債 慈禧的病程每個月下 已經流離之際 她知道自己恐怕 沒辦法殺妄 她很害怕 但在最後的時刻暗示她的心腹李連嬰 自己是被人暗示慢性毒藥的 這是否報應 江水也是被她慢慢下毒 最終響戀73歲的慈禧 亦沒有捱過這場病痛 只是她曾經是害過其他人的手段 現在報應在她自己頭上 過了兩年後 六歲的溝兒和共和黨革命黨的人壓力下宣佈大清帝國覆滅 標記著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的終結 李連嬰退出宮廷後 向她親姐姐透露了 慈禧生前暗示自己被殺毒害的秘密 慈禧太后一手導致大清皇朝滅亡 但她最終無法逃過被人暗算的命運 她是在位期間 為了個人的政治野心不擇手段 導致國家內憂外患 民不療身 她是昏庸無能 加速了大清帝國的瓦解 而這個慈禧死於非名 亦成為了這場覆滅的結局 歷史究竟是公平的 她是種甚麼因 最後就有甚麼果 雖然李連嬰心裏的疑團已經解開了 但她始終沒有公之於世 只是李連嬰姐姐在前提說過一兩句 畢竟她侍奉了多年的主子 她亦要為主子保存最後一絲顏面和尊嚴 直到多年後 當大清皇朝成為歷史書中的一個過去 保兒宣佈退位 李連嬰姐姐就當是幾個熟人地提起這個舊事 揭開了慈禧太后被暗殺的真相 其實不單止慈禧一個人 當年那些 為了一己私利 移至國家不利的貪腐政權 那些階級 他們的生活很微爛 內鬥不斷的生活 亦在歷史的紅樓之中灰飛燕滅 荒淫無道 昏庸無能的統治 最終導致這幾千年的基業 全部毀於一旦 大清皇朝的覆滅 無可避免 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新歷史的巨倫 不斷向前進 這一個破壞了被人視為宿命的回營 最後的時刻 辭起亦無法改變的命運 這正正是因果報應 以權勢換取得來的災難 這個故事告訴他 權勢和財富是可以令人沉醉的 但最終你無法抵擋 歷史的紅樓和因果的審判 多謝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喜歡聽 我先看看 因為上次 我做的太監 多人重溫 影片有機會 彈到一些喜歡看歷史的人 我希望 可以吸引一些新的網友 接著又說這個 我不知道 衛生革命 多謝多謝 有些墨水 其實我本身也喜歡看歷史 對 因為我也喜歡中國文化的東西 以及研究人性 這些歷史就能夠研究到人性 你今天變得 這麼精明 有可能就是你從歷史中吸取了一些教訓 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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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好,6點30分 誰? 歷史 好,要學一下吧?歷史幾好 多謝馬腳掌 你們可以分享給朋友,多謝 我們待會見